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旗鼓雙鷹 昨天才講的南茂今天又漲了 又創新高 你有沒有聽到老師在介紹 對不對 然後昨天其實盤中有個消息 說台積電被降平等 應該說他的目標價被看到哪裡 五百多塊 有沒有 如果說你有留意到這個消息 有影響嗎 然後我昨天不是講 講什麼 說這兩天台股就要表態了 今天有沒有表態 今天已經過了這幾天的高點了 對不對 誰帶領的 紅海 能漲到哪裡 待會跟你講 我們先來看我們創新高的股票 我們什麼時候就講呢 我們在二月底的時候就已經跟你講了 封測漲價的概念股有這些 最後 南茂出現 來 我說因為產能吃緊 它已經擴產了 增購機台擴產 重點是它還要二度調漲它的封測價格 然後你在看它的基本面的部分 營收 年成長13% 一月更成長了24點多% 對不對 前三季EPA是2.31 那時候毛利率比日月光還要高 20.9% 這邊來看 再來你看喔 如果說它算了一整年的來講 它的本益比是不是非常的低啊 對不對 我說才12、3倍嘛 OK 那今天呢 今天幾號 今天3月18號吧 大家看一下 今天怎麼樣 昨天 昨天 先看昨天好了 昨天 我是不是說 它漲了 40.85 有沒有 那時候漲5點多 5.83% 然後看它的基本面嘛 對不對 第四季3.2 我說它本益比才十幾倍 營收是不是一路創新高 今天呢 今天繼續漲43.3 剛剛最高來到43.5了 開高走高創新高 老師是不是都已經先講在前面了 對不對 整理後轉強 短中期多頭強勢 這個是 昨天你聽老師講 你今天還可以賺錢 對不對 之前讓你選 昨天直接跟你講 是不是都賺錢了 難貌 昨天就有朋友傳訊息來 說老師那個標股是哪一檔 我說電視上就講啊 或影片裡我就講啊 對不對 那你要聽啊 那今天還有沒有機會 還有 今天還有一個機會給大家 我最後再跟大家做這樣做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什麼其他的新聞 其實今天新聞跟大盤幾乎 你說有關也有關 可是那是一個很全面性的一個東西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經濟日報 耗水費最快明年開增 會增加什麼 增加這些公司的一個什麼 水費的一個成本 可是跟公司的那個什麼 其他的成本來比 根本就只有一點點 所以沒有什麼關係 另外 房地合一 稅2.0 塑及既往 OK 每個政府都在打房 打房有用嗎 對不對 因為房地產說實話 房地產對於一個地區的一個什麼 經濟發展也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有可能因為資金的推升 而造成這個房價居高不下 甚至還一直漲 對不對 可是根據以往的經驗 因為總是會有怎樣 物價一定會成長 相對上以這樣的比例來講 房地產還是會漲 這個沒有辦法 只是說不要讓它漲得太誇張 有漲有跌我覺得是正常 長期向上發展也是正常 就像股市一樣 現在是不是已經突破 已經到一萬六千多了 以前在幾點 早期的時候不到一千點 對不對 民國7776年的時候 現在一萬六 對不對 也漲了十六倍 當然你看房價是不是也差不多 OK 好 這兩個消息基本上 對於什麼 對於我們今天的盤勢來講 似乎沒有什麼影響 對不對 可是最近怎樣 大家是不是都在講 紅海 紅海 我說紅海 之前我已經好幾天前就跟大家講 我說這一次如果大盤要漲 就是紅海跟大力光 為什麼 我說它格局對 怎麼看格局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今天的二十大全職股 來 二十大全職股 今天排起來漲最多的是誰 紅海 3.17% OK 第二名 台達電 第三名 這是哪一檔 大力光 看到沒有 是不是這三檔 裡面是不是紅海跟大力光 主要是紅海 它還創新高 大力光沒有 大力光之前摔得稀巴爛 對不對 那時候跌的時候我還跟大家講 那現在大力光還在一個區間盤整 可是紅海創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紅海的走勢 來今天 漲4塊 我截圖的時候漲4塊 漲3.17% 今天有創新高 來看一下 今天創新高到哪裡去 131.5% 好突破前高 多頭可去不變 之前 我記得我在這附近就跟大家講 對不對 你如果說同期來看 台積電的走勢怎麼樣 它是掉下去的 它沒有 而且它守在哪裡 這個粗量區 有沒有看到 粗量區之上 是不是都守住沒跌破 表示什麼 這個籌碼 就是吃貨在這裡 對不對 才不會跌破啊 而且這裡是不是又出了一個長黑K 有一點量 對不對 這個長黑K 粗量 之後是不是卡在這盤整 對不對 重點是它沒有往下跌破 這是最重要的 OK 然後呢 盤整之後 我說突破要幹嘛 是不是要一個長紅K 帶亮長紅K 帶亮長紅K 有沒有 完全符合老師之前就已經跟大家分享 這個走勢的狀況就是如此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講 這次要 這個盤要長 紅K要帶 是不是紅K就帶了 今天是不是因為紅K 所以大盤又往上拉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來比對一下好了 台積電好了 來 講到台積電我們先看 昨天有一個新聞 大和證券喊台積電持有目標價558 現在台積電多少 60幾吧 605左右吧 是不是要往下跌一層 對不對 就是說大和不看好 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 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怎樣 今天小漲0.5 不動 好 不動沒關係 走勢呢 是這樣 OK 是不是還是卡在這 有沒有 多頭回檔尋求支撐 多頭隔絕 還是不便沒錯啦 可是就卡在這 你看 人家紅海是這樣橫排 它是往下跳兩階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相對上 紅海是相對是很強的 可是台積電沒有啊 它連這一個反壓都還過不去 我說爆大量你就要看 有沒有 多頭回檔 它只是尋求支撐 有沒有機會再過 過了這 這個盤創新高 那現在這個盤會到哪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就知道 加權指數 今天有量喔 比昨天多了300多億 好 3400億 這個量可以再往上一階 對不對 來 成交的 漲加數還是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加權指數怎麼樣 之前說回檔已經卡在這 對不對 卡那麼久 三個禮拜 現在是由紅海帶領台股向上 進入什麼 16200到16600的區間盤整 我跟你講 16600就上市的高點 會馬上過嗎 只有紅海沒辦法 一句話 只有紅海沒辦法 帶著盤往上過 聽到了沒 一定要怎樣 台積電 或聯發科 二選一要一個配合的 才有辦法往上過 OK 如果說 你覺得 老師怎麼 每一次在分析的時候 都是講得很明確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學習 老師有開課 你可以草苗我們QR Code 打電話來問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蒜影 剛剛講的 大盤嘛 對不對 紅海 台積電 還有 創新高的南茂 OK 現在 我跟你講 為什麼南茂可以創新高 我是不是都是從頭 從它的產業面 基本面 再來看它的走勢 來跟大家做分享 對不對 我說選股怎麼選 是不是先選什麼 產業趨勢向上 來 產業趨勢有哪些 現在是不是又來講電動車了 有沒有 是不是又來講5G網通 說實話 電動車分前期跟後期 AI 這一張表我從去年 差不多11月吧 放到現在 還在放 為什麼 因為趨勢沒變 AI是不是現在才開 今年開始有人一直在講 為什麼 為什麼會用到AI 我跟你講 這個產業的進展 其實是 環環相扣 為什麼這麼說 早期的電動車 一出來電動車 它 是不是人要去開 對不對 後來 特斯拉出來 說我們有自動駕駛 有分幾級嘛 三級以上 四級以上 你就可以不用 不用自己開了這樣 它的重點在哪裡 它的重點在哪裡 必須要5G的通訊 要夠成熟 還有呢 再來你一定要AI的判斷 你才有辦法做到自動駕駛這個動作 那現在5G成熟了沒 是不是已經在火熱的發展中 5G一旦建構完成 這個無人駕駛的這個狀況 才有辦法發生 可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的AI產業 你必須要達到什麼 第一個高速運算 感測鏡頭一定要有 不然你怎麼知道旁邊車子什麼狀況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你要馬上能夠判斷 欸 車子要做反應 這個反應都是在怎樣 一秒 一秒太慢 千分之一秒就要反應了 不然的話你根本來不及閃 懂意思嗎 所以說你這一個部分 是之後一定會怎樣 按照這個步驟去走的 所以說 為什麼老師在這邊講 整個產業 因為電動車的發展 所有跟電動車有關的產業 都會蓬勃發展 為什麼 因為這是從無到有 想當初 手機已經換幾代了 從沒有手機的時代 到什麼 可以折疊 從黑白螢幕 從沒螢幕 應該這麼說吧 一早不是黑金剛嗎 對不對 那麼大一隻的 後來咧 開始有螢幕 黑白螢幕 Motorola Nokia我也有買 再之後呢 智慧型手機出現了 那時候大家會想說 哇智慧型手機這麼貴 誰會想花那個錢去買 現在你有沒有買 都有啦 對不對 就是在從無到有這個階段 才會創造高股價 早期一開始 Motorola那個年代 那時候的什麼 做自由品牌手機 有名機嘛 有沒有 是不是那時候也很貴 ok 然後呢 開始智慧型手機 宏達電 有沒有很貴 1300塊 對不對 就是因為從無到有 它才有這個價格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想像空間嘛 當然宏達電自己玩壞了 那也沒辦法 好 那現在有電動車這個東西來了 那電動車是不是有機會 從無到有 是不是就很有想像的空間呢 這些相關的受惠的 做得到生意的公司 是不是就有機會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就漲這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 你看喔 其實像我之前講的這個 IC封測 這個 也是裡面最最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晶片 絕對是電動車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現在它漲價了 對不對 你說老師整個步驟是怎麼走的 老師是不是從它的基本面開始看 來 我這邊整理好了 是不是從它的基本面開始看 產業嘛 封測 產能吃緊 這個大家都看得到 問題是 消息出來它馬上漲嗎 也沒有啊 對不對 我們看完它的基本面之後 你是不是要開始看它的走勢 對不對 走勢怎麼樣 來 那時候它是不是漲上來了 走勢 成交量 是不是都出來了 現在已經再量再衝了 有沒有看到 表態 而且重點是 它本益比要夠低 對不對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本益比 還有一檔 那現在還 另外一個 來 你看 我做全方位的選股 從產業趨勢跟大家看 從公司的營收跟獲利來幫大家看 再來看股價跟成交量的趨勢 就是籌碼的趨勢 是不是也是再往上的 成交量一旦出現 表示什麼 表示 有人 特定人在動作 才會有成交量 不管的話 量哪來 你買個一張兩張 還是買個十張 會很多嗎 那個一下子不小心 報了上萬張 誰買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說籌碼的部分 你要能夠判斷 你不能夠判斷 老師會幫你判斷 OK 那今天 老師要另外介紹一檔 來 這一檔 這一檔 營收 這個紅柱 表示說 比去年同期成長 OK 比去年同期成長 毛利率 他這一個毛利不是很高 可是你看 股價淨值比才1.08 重點是 他去年前三季的EPS 6.14 已經比2019年還要來的高 記得喔 6.14 幾塊錢 82塊的股票 今年如果加上第四季的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來到8塊的EPS 他的本益比是不是幾乎只有10倍 OK 他現在在這裡 都沒有跌破 做強勢整理 帶量突破 你不去布局這一檔 你要布局哪一檔 OK 這一檔 你可以多留意 我直接告訴你 這一檔可以多留意 按照這個標準 我們選出來多少股票 對不對 你之前看你都看得到啊 我們有多少股票 是這樣漲的 對不對 來看一下 最近的 給大家複習一下 華遜這兩天有沒有看到 這兩天而已喔 漲了20% 工準 過年後 漲了63% 利隆 對不對 利隆是不是也是 1月28介紹 漲了22% 威鋼 過年後再介紹 漲了22% 之前就介紹 11月20介紹 漲了53% 安利KY 56 連得控股28.8% 加幫更不用講 137% 對不對 這麼多的股票 老師就是按照這些步驟做出來 去找到 現在又找了一檔 來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你想要這些資料 掃滿我們QR Code 打電話來 資料就放在QR Code裡面 有問題都可以問老師 或是你的持股有套牢的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師會幫你解答 跟你說怎麼辦 OK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我們今天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